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历史上要说才女的代表 李清照当之无愧 他留下的经典爱情词句快至人口 品味间令人回味无穷 不仅如此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成还是恩爱夫妻的典范 他们不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出类拔醉 而且夫妻之间兴行相惜 成为相知最深相伴最久的知己 每当夫妻小别 李清照都会把深深的思念 化为一手手委婉动人的美丽词张 既温暖着丈夫的心 又寄托着他自己对爱情的完美理想 然而就在他们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爱情生活的时候 一个个巨大的变故却不断地向他们袭来 那么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李清照与赵明成的爱情世界 会因此而改变颜色吗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爱情》第八集 莫道不销魂 在古代的婚姻里面 妻子无需才华横溢 只需贤良淑德 而丈夫呢 无需忠贞不二 只需建功立业 风妻印子 所以在古代男主外女主内的才子佳人模式 就成为最常见的婚姻的一种状态了 但是这样的才子佳人模式 有没有过例外呢 有 常见的才子佳人模式 就被一位著名的宋代才女给颠覆了 这位宋代才女就是李清照 她用才华为自己编制了绚烂的光环 她的丈夫赵明成虽然也很优秀 但是在妻子炫目的光环之下 丈夫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其实赵明成也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